1800新闻头条,我们要继续来关心2024大选尘埃落定之后 新任的总统赖清德到底要找谁来阻隔 而其中呼声很高的包括了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以及前台中市长现在的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或者是像之前也曾经入阁多次的郑立军都是榜上有名 但是因为在台中跟桃园的选情似乎并不是很好的状况之下 似乎民进党内的接班梯队也开始出现大洗牌 线上大大的拥抱展现台日友好关系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脸上没有一丝卷容 一早就与副手萧美琴接见日台交流协会会长大乔光夫 另外有美国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 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组成的美方访团 也在14号抵达台湾 AIT主席罗森伯格一同随行 在15号与台湾各界政治领袖会面 民进党总统选举胜出 外交马上对接建立管道 内政部分赖清德选定谁接任隔魁 成了各界新的关注焦点 年轻选票如何挽回 以及要降低不满民进党六成选票里面 能够把他挽回来的那一个人会是谁 我觉得这个比较会是他的一个思考方向 原本被看好的人选曾执政过桃园的郑文燦 选迁积极复选桃园没想到总共六席立委 全军覆没 而当过台中市长的林佳龙 台中从本来六席跌到剩下两席 只有高雄市再度八仙过海八席全纳 陈其迈成为接班梯队中唯一稳住立委席次的人 面对桃园立委团灭 郑文燦不愿意多说 现任行政院长陈建仁按惯例要在新界期提出总资 进行内阁改组 但预计将看守到520赖清德正式就职 由新隔魁接棒 郑文燦林佳龙在这次选举都受重伤 而陈其迈身为先任市长任其未满也不太可能离开岗位 被点名行政院长的人选 还有前文化部长郑立军 葛奎人选的讨论准备启动 但立委选情谁得分谁失分 让民进党内接班梯队恐有变动 选举的胜负其实是民主的一个常态 也是民主的一个价值跟精神 这个大家都已经尽了最大的一个能力 以及最大的这个努力 赖清德上任后首位行政院院长 必须有能力在国会三党不过半下推斗新政 究竟最后会是谁接下这个重担 外界拭目以待 记者万家为江凯琳采访报道